材料清单,芒果肉400克,牛奶70克,牛奶15克,白砂糖40克,淡卵油300克,奥利奥饼干150克,黄油60克,吉利丁片4片,热水60克,先将奥利奥饼干碎用料理基本碎,得到均匀细腻的奥利奥饼干碎,最好打成粉末状,黄油为菠萝软化成液体状态,倒入奥利奥饼干碎。 拌匀,拌匀后,倒入蛋糕模具中,压实,放入冰箱冷藏,将三片吉利丁片冷水中泡软带用,400克芒果肉举350克的样子,加入15克牛奶,撒成细腻的芒果泥,倒入奶中带用,将剩下的牛奶和白砂糖倒入奶锅中,香火融化后即可关火,放入软化后的吉利丁片搅拌至完全融化,300克芒果泥, 倒入奶锅中搅拌均匀,记得留下50克左右的芒果泥一旁备用,奶油打发,不需要打得太硬,只要打发了就可以了,倒入事先准备好的芒果糊,搅拌均匀,从冰箱里取出蛋糕拇指,倒入一半的芒果糊,放入最后50克芒果丁,继续炸完剩余的芒果糊,震几下去除气泡, 放入冰箱冷藏两小时左右,最后一片吉利丁片软化后,放入了60克热水中融化后,倒入剩余的50克芒果泥搅拌均匀,两小时后,从冰箱取出蛋糕拇指,倒入过筛的芒果糊放入冰箱冷藏一夜,第二期用电吹风在蛋糕拇指周围,直接吹一会儿,就能脱膜了, 若是边边有点化开的迹象,就在放入冰箱冷藏定型即可,最后,就可以直接试用了,若是像多毒一样是要送人的,表面仍需少少装饰一下即可,小贴事一,饼干一定要打成粉末状,然后黄油融化后倒入,如果觉得还是比较赶,就在放点黄油,饼干的吸水性不一样,只要感觉都搅拌开了就可以了两次,最好的, 在饼干碎倒入模具后,用影片压一下,以防切块适用的时候,会松散开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